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刚刚搭上了捷运 从班达乌达玛到菲罗达玛萨拉是一共有两个站 中间是间隔了TTDI,预计5分钟就能够到达 那么看一下车厢的情况是相当的整洁以及舒适也很宽敞 主要是人流布是很多 那么可能现在是学校假期的关系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都是扶老斜幼来搭捷运的 我已经到达了菲罗达玛萨拉也就是我工作星报大厦的所在地 而从班达乌达玛到这里只是花了5分钟的时间 比手机未计算的时间短了整整10分钟 最重要的是我今天一分钱都没有花 其实在这里你还是可以可能是刚刚竣工不久的关系吧 你在这里还是可以闻到很浓很浓的提纳水味道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可能目前只是刚刚开放通车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服务 目前我们还没有出现人潮 所以上班族或者是乘客都还没有感受到几捷运这一回事 可能未来呢就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哦 是的一下到捷运站呢就看到有两辆街幅巴士在这里待命 他们是主要呢是连接捷运站到方圆三公里范围的目的地 如果你是真的是不想要走太长的路呢 你可以选择搭这个捷运 搭这个接驳巴士 而这个月呢同样是免费的 今天是记者在捷运通车后第一次乘搭捷运的初体验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如果真的要说美中不足的话 可能就是捷运公司的宣传力度不足 或者是他的指示做得不够好 因此在进入车站的时候呢 没有很快的清楚了解到 到底哪个入口处才是通往地铁月台的方向